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纽约永远是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地方 尤其在彭博市长主政的近几年中 它大刀阔斧对城市中的一些老旧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并让这些项目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像我们之前报道的大中央车站改造工程 富顿街交通枢纽建设等 现在许多人非常熟悉的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宾州车站 Penn Station也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工程 而且其独特和大胆的设计方案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来看今天的地产资讯会 与42街富丽堂皇的大中央车站相比 32街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显得老旧拥挤 来往的旅客只在这里匆匆地经过 不会对它有任何的留念 但现在大都会艺术协会邀请了四家顶尖的建筑公司 将对宾州车站进行彻底的改造 期望将它打造成不仅是一个交通的枢纽 同时也是办公 娱乐 休闲 消费的城中之城 在规划的蓝图中 未来你将会看到除了创建世界最大的综合车站外 这里还要建设一个是布莱恩公园四倍大的公共公园 一个像洛克菲勒大小的商业开发中心 一个比林肯中心更大的文化表演区 以及由树洞高档公寓继承的居民区 以约市政府表示 宾州车站这片区域将发展成为纽约新的经济引擎和世界级的商业中心 如果哪一天你漫步在纽约的东河边 你会看到东河之上出现一个超大的天然游泳池 这时你不用感到吃惊 这是三名纽约年轻的设计师正在实施的一项计划 包括华裔设计师王东平在内的三名年轻人 从去年开始就构想在东河上建造一个漂浮的游泳池 每个部分可以单独地使用 还可以组成一个奥林匹克的标准泳池 目前这项计划正等待纽约市政府的批准 计划中有一点肯定会让纽约市长动心 那就是其中的环保元素 这个漂浮的泳池的四周利用一种特殊的材料 获滤掉东河水中的细菌和污染物 使得泳池中的水干净和安全 符合卫生的标准 预计这个项目耗费1500万美元 将在2016年建成 届时它将成为纽约这座城市的新年限 高效率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让更多的纽约客 选择在城市安居乐业 抚养小孩 而不是像以往一样住在郊区 因此城市中大公寓的需求量就随之增加 目前纽约流行将两个较小的相连的公寓买下以后 把中间间隔的墙体打通 从而得到一个更大的公寓 这就是目前地产界流行的说法 1加1等于2.5 为什么不是等于2而是2.5 因为这样经过改造的大公寓 每平方尺的单位的价格会贵20% 比如在曼哈顿的这栋新的公寓内 部分的一居室的公寓打包以后一起卖出去 买家将相连的公寓打通 改成了3000多尺的四居室 这栋大楼原有的114套的公寓 全部卖出以后就减少到96套 但是总的销售额反而增加了不少 所以1加1等于2.5 是一种都市地产投资的新思路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谈的话题 前几期我们专门讨论了 买房如何做到节税省钱 相反 卖房的时候更要注意如何省税 因为通常卖房的时候会挣不少钱 大家都很关心挣到的这些钱要不要缴税 而且怎样少缴税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卖房 怎样做到最佳的省税方案 本期话题 卖房如何做到最佳省税 我们为您请来注册会计师颜俊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颜俊 欢迎您做客我们安家纽约节目 记得上期节目你跟我们谈了 买房会有很多税务方面的优惠 所以在年终报税的时候可以省不少钱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谈谈卖房 是不是也有税务方面的优惠 因为卖房有的时候经常会挣不少钱 所以很多人就关心我挣的这个钱 到底要不要缴税 缴多少税 怎么样省税 陈东是这样的 通常卖房的时候都会比买房的时候 在税务上的考量更复杂一些 而且因为金额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税务上处理得好的话 真的可以省很多的税 那我今天就想通过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 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通过合理合法的方法 在卖房的时候来减税 避税 那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来找我 就跟我说 说严峻我们家要卖一套房子 你帮我想一下我怎么可以少交一点税或者不交税 他们家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房子是他先生几十年前在法拉盛买的 那个时候房价还很便宜 所以当时买多少钱 当时才花了十万块钱就买到了 对 现在肯定是买不到这样的 那这个房子买了以后呢 他们一开始是夫妻两个带着两个女儿住 后来女儿大了 自己出去安家立业 有自己的房子了 老两口就搬出来 搬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然后就把这套房子作为投资房出租了 那这套房子呢 到今天为止都一直是他们家的出租房 那中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朋友的先生 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不是很好 他很怕自己将来不在了以后 两个女儿会因为这个房产的所有权 产生一些纠纷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就在在世的时候 就把这套房产的房产产权 就过户给两个女儿 相当于送给两个女儿了 那我朋友给我讲呢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想买他们这个房子 他跟我说价钱差不多谈到了60万 那他们这个房子呢 是10万块钱买的 现在要60万来卖 那净收益就是60万 减去10万块钱的成本 那就是说有50万的净利润是需要交税的 对 所以你这个朋友现在最困惑的应该就这一点 就赚了这个50万要交税 到底你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省税 对我有很多的办法 但是我们先讲一下 我觉得他们这个事情 以前有处理的不是特别好的两个地方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我可能会建议他们做一些其他的安排 第一个呢我就问我的朋友就说 你这个房子买了以后有没有做翻新改建啊 他说有啊 几十年的房子不翻新改建 没有办法住人了 对啊 修修补补补肯定要花不少钱 对对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你花了多大概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他想了一下跟我讲说 差不多得有5万块钱吧 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5万块钱的费用 你有没有保留相应的费用收据呢 他说哎呀 不知道啊 我这个东西可能都已经找不到了 我就跟他讲 哎呀 你这个事情真的很可惜 因为如果你保留了这5万块钱翻新改建费用的话 那这5万块钱是可以算在你房子的成本里面去的 那原来你买房花了10万块 再加上5万块钱翻新改建的费用的话 成本就变成了15万 本来如果没有这5万块钱的话 你有50万块钱的净收益是需要交税的 多了这5万块钱的成本 你现在就如果你有这些收据的话 实际上只有45万的收入需要考虑交税的问题 这边呢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点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买房的话 你在装修整修房屋方面的所有的花费的收据要保留下来 因为在卖房的时候这里面很有用 对是这样的 我的客户但凡是买了房的 我都会建议他们有大笔的和房屋相关的费用 都要保留收据和房屋购买合同一起长期持有 因为在卖房的时候可能能帮您省不少的钱 对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点做的不是特别好的 就是他先生在在世的时候就以赠予的方式把房产转给两个女儿 从税务上来讲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方法 这怎么说这里面是不是牵涉到说到底房子是什么时候传给子女比较好 是在世的时候还是过世的时候这两者是不是有区别 对当然有区别啊 在世的时候父母把房子传给小孩那要考虑的是赠予税 如果是过世的时候通过子女通过继承的方法来获得这个房产的话 那我们要考虑的是遗产税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赠予税和遗产税的问题 所以接受房产的孩子就要面临说他要交哪一部分的税 是赠予税还是遗产税 陈东你这一点就说错了 而且我知道有很多的人都跟你有同样的误解 实际上美国税法规定说是赠予税和遗产税 是送钱的人交税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呢 就是不管是爸爸妈妈生前的时候赠予房产 还是过世的时候让子女来继承这个房产 如果要交税的话 交税的人都是父母不是子女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想很多人确实跟我一样有这么一个误解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都是父母这一方要交税 无论是赠予税还是遗产税 对对对 进一步来讲有很多的人问我说 我在美国要买房 我在中国的父母想资助我一笔钱 那我的父母资助我的钱是不是也要交赠予税呢 那美国税法的规定是这样的 他美国的赠予税只对美国居民有效 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父母居住在中国 他们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美国绿卡 也没有长期在美国生活的话 那美国的赠予税是管不了他们的 所以不管他们给您多少钱 他们都不需要申报赠予税 而且你在美国就是接受了这笔财产也不需要交税 对因为这笔钱不是您的收入 好那所以我们再回到你朋友这个例子 就是父母的这一方 他无论是在世的时候把房子送给孩子 还是过世的时候把房子送给孩子 他都要面临不是交赠予税 就是要交遗产税对吗 对是这样的 那美国国税局 但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赠予税和遗产税共享一个500万美金的免税额 如果您的个人资产少于500万美金的话 不管您是在生前赠予给孩子 还是在过世的时候 通过继承的方法让孩子来获得这个资产 您实际上最终都是不需要交赠予税或者是遗产税的 所以你朋友这个例子 是不是说明说他无论是在在世的时候 还是过世的时候 把房子传给孩子都没有区别 因为他都是在500万以下的免税额的额度里面 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没有区别 但是对于接受这个房产的孩子来说 是以赠予的方式获得的这个房产 还是以继承的方式获得这个房产 区别可能就非常的大了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这两个孩子是通过父母生前赠予的方式 获得的这个房产 那他们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成本 就是爸爸妈妈买这个房子的成本 也就是10万美金 那卖房60万 成本是10万 他们净赠就是50万 这50万都是需要交税的 跟这个不一样的是 如果是通过遗产继承的方式获得的资产的话 那在孩子手里这个资产的成本 是父亲过世那一天这个房产的市场价值 那我们假设他们爸爸过世的时候 这个房产值45万美金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两个孩子在这栋房产里面的成本 就由原来的10万美金 变成了现在的45万美金 那净利润就从原来的50万减少到了现在的15万 也就是60万减去45万 只有15万的收益 所以这两个收益是大不同的 一个是50万的收益 一个是15万的收益 那如果从缴税方面来讲 到底可以省多少税 那现在通常卖房最常见的税率是15% 那如果是生钱赠予的话 那50万的净利润大概要交7万5000块钱的税 如果是通过继承的方法的话 净利润是15万美金 那需要交2万2500块 那两个之间差了有5万多块钱 所以这里面的区别就大了 所以这个就反映出到底是在世的时候 把房子继承给孩子 还是过世的时候继承给孩子 这里面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因为在卖房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对 对 通过继承的方法 来把资产转移给孩子 相当于是他们爸爸 持有这个房产期间增值的那个部分 都不需要交税了 他们买的时候是10万块 那他爸爸过世的时候是45万 房子值是45万 那相当于有35万的房屋增值 都是不需要交税的 对 所以你今天说到的这个例子 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我归纳两点 第一个就是买房子的时候 你所有的装修房屋的费用 要保存下来 因为在卖房的时候 可以作为房屋的成本来抵扣税的 第二个就是到底房子 什么时候传给孩子 过世的时候还是在世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那现在你这个朋友 已经是把房子传给了孩子 这里面就面临了 他的收益50万要缴税 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在目前的情况下 也能够帮助他们省税和节税 当然有啊 我有很多的好办法 而且全部都是合理合法的 是吧 好 不过我们卖一个关子 我们还是休息一下 等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披露这方面的话题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讨论 在卖房的时候有哪些税要缴 有没有一些合法的途径可以省税 严峻你在上半段 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朋友在世的时候 要把房子过户给孩子 那么孩子现在要卖房 就面临了他有一个50万元的一个收益 那么这个收益就要缴税 你刚才也说了 你有一些好的一些点子 能够帮他们省税 说来听听 对啊 我有很多很好的主意 可以帮我的朋友少交税或者不交税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合理合法的 那具体有三点 前两点可以适用于所有买房和卖房的人 第三点是根据我们朋友家一个特殊的情况 来帮他想出来的一个主意 第一个他们这个房子是一套投资出租房 那美国国税局呢 有一个条款叫同类资产置换条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用于投资的房子 如果你卖的时候有一部分利润的话 您在短时间之内把卖前一个房子的钱 投入到买下一个投资房里面去的话 那您卖前一个投资房的净利润 是一分钱的税都不需要交的 所以朋友因为这套房现在已经是出租房了 只要他的孩子愿意说把这个房子卖掉 再去买一个投资房的话 他赚的这个50万就不需要缴税 对 要享受这个同类资产置换条款的话 有一些规定必须要遵循 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在卖第一套房产之后的45天之内 锁定你想要买的第二套房产的目标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必须在卖第一套房产之后 180天内完成第二套房子的购买 那第三条就是说你不能说卖了第一套房以后 把钱拿出来自己去炒股啊 去做其他生意啊 然后选中了第二套房以后 再把这个钱投到第二套房子里面 那个是不行的 你要享受同类资产置换条款的福利 你卖了第一套房以后的钱 必须要放在律师或者是其他中介的 第三方托管账户里面 然后再买第二套投资房的时候 直接从托管账户转到那个房产里面去 对 如果从你朋友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他的子女不愿意说把赚的这个50万块钱 再投资到另外一个投资房里面去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有啊 美国国税局有一个自住房免税条款 就是说如果一套房产在出售之前5年之内 有两年是你的主要居住房的话 那夫妻联合报税的有50万的净利润是可以免税的 单身的纳税人有25万是可以免税的 那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如果你这个房子不是特别着急 想要马上卖掉的话你可以让您的小孩先去里面住两年 过了两年以后再卖那就可以享受这个自住房免税条款了 那到最后可能卖房的收益一分钱都不需要交税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现在先到这个房子里面住两年以后 再卖这个房子只要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 他的收益不超过50万 这50万都不需要交税的 如果是两个孩子都去住的话 然后两个孩子都结婚的话 那就是有一百万美金的免税额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家这个房子 最后如果他们两个孩子都去住的话 最后就不需要交税了 所以这都是两个比较常见的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一个避税的一个途径 对这个都是美国国税局明文规定可以使用的避税的方法 那我朋友就给我讲了说是我们呢也不想再去买投资房了 我们呢也不想再等两年的时间再去卖这个房子 如果我现在就把它卖了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帮我省一点税呢 他又给我讲了一个他们家的一个情况 什么呢 就是他两个孩子里面姐姐前两年炒股的时候亏了很多的钱 有很多的资本损失到现在都不能扣税 他就说我能不能让妹妹把这个房产全部都转移给姐姐 那这样的话姐姐就是这套房子百分之百的持有人 然后等姐姐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不是有一笔收益吗 然后我用这个收益来抵他以前那些都没有办法用的资本损失 那这样的话我们不就是可以少交税或者是不交税了吗 我说这个办法这个是确实是可以这样做的 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是把收入要分成两块 那比如说像工资啊利息啊出租房子的净收益啊 这样绝大多数的收入呢属于普通型收入 那比如说买卖股票啊买卖房地产的投资买卖收益属于资本性收益 那这两种收入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是分开来的 各算各的税算完了以后加在一起 是您当年需要交纳的所得税的总额 如果你当年买卖股票或是是炒房地产是亏钱的话 那亏的这个钱不管你损失是多少 当年只有3000块钱可以来抵扣其他的普通型收入 剩下的部分当年就不能扣税了 只能滚动到以后年度 然后下一年度再用3000块 再下一年度再用3000块 所以如果你有很大的一笔股票投资损失的话 可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笔亏的钱用来扣除 也就是说每年要抵3000块3000块3000块 对 那这样子来讲可能就会拖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有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马上要卖一套房产 要挣很多的钱了 那挣的这个钱也是资本型的收入 那我们就可以用资本型的收入来抵以前年度那些不能用的资本型损失 用房产的收益去抵股票的损失 所以你这个例子就是说实际上是妹妹帮助姐姐去还了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损失 对是这样的 那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也就是省下了一笔钱了 他们要想用这种方法来省税的话 就需要妹妹把这个房产的户头过户给姐姐 我们刚才讲了你要是送钱给别人的话 你是需要申报一个赠予税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妹妹需要做一个赠予税的申报 但是她不需要交因为她在500万的免税条款以下 对您说对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所以你该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了 这个你的朋友这个一家如果早一点去咨询会计师 在税务方面有一些知识的话 她确实可以在这套房子在过户的过程中间 无论是时机也好 无论是如何过户的方式也好 都可以省下不少的税 是这样的 好 那个袁俊非常谢谢你 不过我们还有三个问题你要回答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你问我的 请问我出租房的收入要交多少的税 我拿的是工作签证买房的时候能享受优惠吗 我有一套自住房卖之前只住了一年 可以享受50万的免税额吗 林俊你看有三个观众向你提出了问题 第一个问说我出租房屋的收入到底最后要交多少的税 程中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有一套出租房的话你会收到租金收入 那这个租金收入在减去房屋银行贷款的利息 房屋银行贷款的点数 房屋贷款保险金 地税以及注入管理费啊 扫血费啊 水电器费啊 和房屋固定资产折旧以后 那您就会计算出一个房屋出租房的净收入 那这个净收入跟您其他的注入工资收入啊 利息收入啊 加在一起都算是普通型收入 那全部的收入加在一起以后我们再来计算您适用的税率应该是多少 最常见到的情况就是说房子虽然是挣钱的 但是在税表上反映出来就是没有挣多少钱或者是亏钱的 这种情况下在亏钱的情况下 对于收入不是特别高的家庭来说 甚至可以有两万五千块钱的扣税 就是说您有一套出租房 也许一分钱都不需要交税 还可以帮您省一点税 对于收入超过四十五万的情况下 那家庭最高税率可能达到三十九点六 好 严峻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我现在是工作签证 但是我在美国有一套房 那么我卖房的时候 能不能享受和美国公民一样的一些省税的优惠 陈东是这样的 就是说美国税法意义上的居民的范围 要比美国移民法的居民的范围 这个面要广很多 那也就是说 虽然我是持一个人是持工作签证 我不是移民法意义上的美国居民 但是从税法的角度上来讲 只要我是持工作签证 或者是我是在美长期生活的 持有非移民签证的人的话 那从美国税法的角度上来讲 他们都属于美国的居民 那因为是美国的居民 他们就需要根据美国的税法 按照居民的身份来报税 那既然已经按照美国居民的身份来报了税的话 那他们也能够享受 美国居民可以享受的一些税务福利 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投资房 那如果我卖了以后 只要我能满足投资房 置换条款的话 那卖第一个房子的钱 也是不需要交税的 好 第三个问题是 我有一套自住房 但是在卖之前呢 我在里面只住了一年的时间 那么可别享受这个50万的免税额 那通常情况下呢 是要求在过去五年之内 你要住满两年 才能享受这个免税条款的福利 但是会有些例外情况 比如说因为你换了工作啊 或者是您的工作单位 从一个地方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是在两年之内 就把房子卖掉的话 您还是可以部分的享受 这个50万的免税条款的 举个例子 我一个人买了一套房 一个人买了一套房 在那住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因为工作单位从纽约 迁到了加州 他必须要把这个房子卖了 搬到加州去 那本来他们夫妻双方 可以享受50万的免税条款的 那现在他没有住满两年 只住了一年 相当于住了两年的一半的时间 那他就可以享受 这50万免税条款里的一半 也就是25万 所以如果您买了一套房子 没有住满两年 就必须要换房子的话 您可以考虑一下 您是不是符合这种部分免税条款的情况 这样来节省一些税 好 非常清楚 非常谢谢今天严峻来我们节目 跟我们分析了 无论是买房和卖房 在税务方面都有很多的一些优惠 所以我们的民众 要善于利用这些税法的一些规定 和一些优惠 能够在买卖房屋的时候 怎么样做到合理的减税省税 本期嘉宾观点 卖房比买房 有更多税务规定和考量 房屋翻新改建费用 可在卖房时抵税 赠予税和野产税 都由财产所有人缴税 房产通过野产继承 出售时较为省税 安家纽约节目 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你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光后感告诉我们 凡是向安家纽约节目组 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观众 都可以有机会 获得我们送出的 这本美国房产投资指南 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 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视频 可以登陆美国中文网 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 安家纽约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这里有最独特的节庆活动 这里有最多元的族裔社区 它不仅让纽约客蜂拥而至 也成为华人热衷的安居地 它是一个很charmie 很有魅力 而且特色很鲜明的一个地方 下期安家纽约 带您走进最具纽约特色的行政区 布鲁克林 我们下期安家纽约特色的行政区